这是今天来到了广西南宁 这边一个园区 做的水培、雾培 看一下,学习一下 这边是水培的,是吧 像是半水培那种 半水培 黄瓜长得很不错 这个黄瓜是什么时候实验定制的 到现在应该是35天左右 35天 是直接种了种子,还是定制的 直接种种子 这些播种 这些播种 我们都是这些播种 我看一下 种的水果黄瓜 刚才是这样,应该是根瓜 第一个瓜 可以了 口感很不错 口感很不错 嗯 而且现在挺有 如果天气不热的话 口感更好 还可以 明显这个还可以 这个定时的供肥系统是吧 嗯 对对 它是一套系统 它设置好一些参数 这些影响液 它自动配置 自动配置 这个回流池是吧 这是回流池是吧 有点水 很清澈的 是 这是减水的 你测了没 目前这个回流池里面的温度是多少度 有感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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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自动配 自动给肥 给肥这一会儿 其实这里就是珍珠园 它做了一个回流池 回来 这里 这里面中间 有一条桥是空的 它是空的 就是半管放进去 让水流动回来 打完以后 你这个水是碰过去的 从这里出来 它就噴到 再不搞喷入了 搞那个 搞那个 地管 搞地管 叫喷管 我叫喷管 应该是喷管 那喷口小喷管 回来以后从这里 回到这里 回到这里 再从这里回到 回到这个回流池里面去 过滤 过滤 过滤的就到这里 那里还要消毒 这个是不是都要验下 都要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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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验下